有导演爆料曾经杨颖找到吴京 想在《战狼3》里面有一个角色 但是吴京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 是出了名的直性子 当然他一口回绝了杨颖的这个请求 可能也是因为看清了 杨颖确实没有什么演技 说来也是 只要有杨颖主演的电视剧 每一部都平分极低 对于这个演技只靠瞪眼的演员 吴京自然不敢冒险启用他 据说在出演《孤芳不自赏》 这部电视剧中 男女主都没有见上景面 原因是因为杨颖的档期排不开 剧中还大量使用抠图和替身 对于这一点 网友们更是吐槽的厉害 这样是对于观众极其不负责的行为 再加上剧中杨颖的演技实在是太尴尬 大家还记得假吃鸣场面吗 也被广大网友们称太浮夸 但是就算这样 在之前的采访中 杨颖还是称自己的演艺事业 并不顺利 如果顺利的话 应该各个奖项拿个大满贯了 但是反观他的演技 与他所说的真的是相差甚远啊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演技 被众多人吐槽的明星 是靠什么 精神一线的呢 这还要从杨颖还没有火开始说起 刚开始的杨颖只是台湾的一个模特 曾经还被曝出 与当时小有名气的陈伟婷有过恋情 两人一起度过了四年 这段感情也是唯一一次杨颖自己承认的恋情 他们的这段情感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 位子还在同一个位置纹身 但是这段感情 以杨颖选择来内地发展告一段落 随后杨颖就结识了黄晓明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杨颖的资源也逐步好了起来 原来当时的黄晓明名气很大 在资源和人脉上都能给杨颖提供很大的帮助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奔跑吧这档综艺中 为什么选择杨颖作为队中唯一女性固定嘉宾的原因吧 当然杨颖也因为这部综艺大火起来 这与她在节目中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生 她也从来没有搞过特殊 下水 资名牌都不在话下 因为她放得开不矫情 再加上杨颖真的很漂亮 她的知名度自然而然也高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她的好资源 但是近些年关于她的负面新闻也多了起来 原来有传言称 黄晓明和前女友李菲尔分手 是因为第三者插足 而这个插足者就是杨颖 本来大家并不知情 是李菲尔在博客上抛出 杨颖发给黄晓明的微信截图 才让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 截图内容为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答复 我要的是一个男朋友 再加上记者拍到她与黄晓明在一起时 黄晓明与李菲尔还没有分手 这就更加说明杨颖就是那个插足者 虽然黄晓明否认杨颖是小三 但是网友并不买账 说来也是 微信截图都亮出来了 大家肯定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的 在综艺录制中 李菲尔也说过自己以前很要强 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 但是黄晓明曾说过 她比较大男子主义 而杨颖呢又恰恰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女生 很能激起她的保护欲 难道这就是黄晓明选择杨颖的原因吗 当黄晓明和杨颖在一起后 也经常高调秀恩爱 黄晓明更是给了杨颖一个 令大家都羡慕的世纪婚礼 婚礼请了大半个娱乐圈的人 现场更是奢华而不是浪漫 但是近期有网友爆料 两人已经离婚 因为曾经高调的两人再也没有秀过恩爱 而杨颖的资源也每况日下 就连在奔跑吧这档综艺中 也成为了背景版的存在 难道是因为没有了黄晓明的扶持 杨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吗 对于两人现在的状态 大家又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